就是多要求一些我們期待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我們 2019的台灣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 這個獎項是我們從2017年開始增設的部分 在2017年當時獲獎的有師姓明老師 玄修老師陳教華老師 我們陳秀慧老師賴芬蘭 賴芬蘭比較可惜 就是說他之後在德國病室 他也是我們一直很長期在台灣環境運動裡面 非常大的貢獻 還有我們歐瑞輝老師 在2018年有我們海珍老師跟高成年老師獲獎 在今年我們有兩位是我們黃安調老師 跟洪輝一翔老師來獲獎 我特別說明一下 其實這講這樣大家太客氣了 我們講終身很多人都說 一定要九十歲要一百歲再來提 其實我們當作設定是滿二十年以上 那說真的其實在座裡很多終身代 差不多都滿二十年 我算一算我大概也投入環保領域也有二十年 但我們希望這獎項其實並沒有所謂人質的設定 只要大家未來真的對於我們台灣環境有貢獻 可能在各個不同領域各個不同角落 大家覺得真的應該讓我們認識他表揚他 我們真的希望在明年大家可以再推薦這樣的一個夥伴給我們 然後我們希望都可以讓他的努力不要被埋沒 然後讓他的對台灣土地的奉獻可以被看見 所以我想這個獎項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只是一個我們開始啟動的意義 也許還有更多更了不起的人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再做一些更好的一些呈現 那也請大家多多的推舉 那我們在今年獲獎的這兩位 我們到時候請我們今年主辦單位 劉淵美理事長來代表頒授獎 首先我們第一位頒發的是我們黃安廖老師 我們在手冊裡面有對他的一些介紹 他也是非常非常在我們剛剛提到的地方 我們所有環境保護的這些朋友 我們都可以稱他真的都是在地的土地公 來協助守護我們這些鄉里跟環境 為我們這些所有的生命來做請命守護 非常的感念 所以我們請劉淵美理老師來幫我們頒獎 好 我先說一下講 這裡有一個獎狀 那另外我特別準備我們荒野的領經 因為我們荒野領經是一個萬物共生共榮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旗幟一個萬物共生共榮的概念 裡面我放了一本 啟動循環經濟自然與經濟共同共存的一個經濟社會 那我希望我們在今天這個主題裡面 它叫健康環境永續發展這個主題上面的 那我們的終身成就獎 就從我們的經濟跟我們的環境可以共存的 就是要猜一下持續發展 來 恭喜 恭喜我們黃老師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請黃老師來幫我們說的話 謝謝 謝謝 感謝出版大家 可以給這個機會 我覺得非常鮮幸 當然我也非常感謝評審委員 可以給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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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靖喔 抱歉 實際上三十年的東西 要說吳文靖是說不說 這不是我做得夠的事情 不論我一段話說 19800年 那時候是二人家的事情 二人家的事情 還有高貪廳要嚴重佔用的事情 我開始來關心這個二人家 那時候到現在他們說多久了 二人家的二人家 二人家的年齡 二人家是當時空北高的時候 我在那裡做報告 這就有很大的費用 所以我們當時這個做 是因為經濟大開始挖起來 開始真的有動作起來 還沒說實際 過程都真的夠夠的而已 對嗎 因為有他們所有的工作 就是真的夠夠的 加我們在哪裡 這是真的 你說真的 對 是這個時候不是這裡而已 講述這個 我好像說兩位 好像說三個 說兩三個沒關係 這個 1991年跟1991年 沒有處理時代 大家不知道 這東西很缺錢 你們不知道印象嗎 我今天 我舉出說 不缺錢的這個理由 跟接下來去什麼 我這個 和 抓出 帶錢的當時 成人膏 那時候是過敏案 那時候 一間我肚子 是美金一斤十五塊 我們每人 三間我肚子 一斤 六十八塊 而且 加了一千千千五十 那時候 我一個無種子下水後 那時候 我還沒下水 那時候 不需要減電 我只下水後 那時候 很難洗 三天一來 不需要再電 所以很明顯 建設的東西 是人家偷偷的 環境是人家破壞 故意說真的 對 這就是我的生命感 這個 我簡單說一件 比如 有人 mound 當時 私 rede 這就是 建設制 多了 毫無 這不好 當中 說 找到沒辦法 議員有10個議員 日後找 找到沒辦法 找到這裡來 我主動替他出院 替他出院 替他出院 兩天的記者 我替他出院 那個總共替他出院多少 三千十八萬就該罰了 所以這項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經驗就是說 關部的東西是什麼 是全民國部的工作 民主黨很不敢 咱來就好嗎 好 感謝齁 我要再說齁 我現在再簡單說一下 他們在說很多東西 這是說我們在這裡操縱 這世界中 你如果要看這些東西 我報章要去撤掉 像江山 江山幾個 江山的娃娃 江山的貴賓利 過期的年代 你不知道看到年前 穿貨的在那裡瞭嘴嗎 綜托如穿貨的在那裡瞭嘴嗎 異常深刻 對不對 非常深刻 大家說 你瞭嘴有辦法嗎 小字很簡單 我現在在一篇文章 在報章都檢查之後 我有說這種東西給美食水災 很簡單嘛 蘇豐嘛 他那裡都動什麼 動你就是說一張嘛 你跟蘇豐就美食水災了嘛 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下水之後 那種是館長 余政賢 余政賢 余政賢的時候 總共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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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話給我 說這不是東西的時候 總共的館長 什麼阿邱營可以嗎 沒關係 歡迎 因為這是破洞政賢的大事嘛 所以我覺得 全部破洞政賢的事 都知道 對 好 感謝 我現在要再跟我們說一下 在這麼多人建政賢 我雖然說 我現在說的比較沒什麼理念 因為我前兩天前 我口腔就給我開倒了 其實我也沒吃飯 也沒吃酒 也沒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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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我就有口腔來 所以我就不敢玩 就是這個不敢玩 這個自己 我真的要睡覺下去 在國養建政賢 你嘴巴看 我才是心理念 從一到中 謝謝 大家做報名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黃老師 非常有精神對不對 是 他剛剛說到民意代表做不到 不是我們來做 我們把它換掉 這比較重要的 他講到沒有感覺 做不好 我們把它換掉 老師如果出來 我們一定會在騎台 所以要來頒發的部分 是我們第二位獲獎者 剛剛是台南的土地公 現在要頒發的是屏東的土地公 我們洪輝翔老師 我們恭喜 洪老師的事情等一下話自己講 因為我對他也很熟了對不對 來 恭喜你 恭喜你 OK 好 我們恭喜洪老師 我們請洪老師來幫我們 這個詞 謝謝 願名 謝謝 洪民 各位夥伴 我沒有那個安條兄 生如紅鍾 不過很開心跟安條兄認識這麼久 也一起跟他上台 接受各位的祝福 其實這個終身套勞的獎 很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 未來大概都跑不掉了 台灣就像是大家一個永續的廚房 各位就是在這個廚房裡面的廚師 我們在我們的信念 在場我也看到 剛剛竟然是陳宇宏老師在前面還跟我拍照 非常感動 其實我是他信念出來的環境步道師 我想你我大概都一直在每個地方 一起為台灣這塊土地 已經分崩離析 已經像是一個碗破棄 但是經由你 經由我 我們想要把這個碗重新再補回來 那種心情大概就是你我一直堅守在這個土地上 想要呈現出一道一道好菜的那種心情吧 那我現在呢 正在進行的是有空上街 有休閒在土裡 在我們很多的農家 在為他們 勸說他們轉型 不要再繼續用農藥 用化肥 用除草劑 我們先想想看 我們的祖宗 像我那公 那個年代 我是鄉下的小孩 我大概是小三才認識農藥這件事 可是那個時候農藥才是新來的東西而已 在還沒有農藥化肥除草劑的年代 我們台灣應該是一個 可以養活那麼多人 阿公是怎麼把我們的老伯齊出來 那年代都沒有農藥 他們一樣可以生產 那大概這1、20年來 我在土地裡面的經驗 我們不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的產量 會是現在的產量的六成到七成左右 不同的種類 那你想想看 我們為了多那個三成 多那個四成 所有的糧食都染 污染 都是農藥 都是化肥 都是除草劑 不但如此 我們的除草劑殺了所有的生態系統 各位都很清楚 草是護生 是護土 還是護水的 一旦除草劑來了 我們你我所關心的生態崩潔了 化肥來了 雖然它淡數累積給作物 可是我們多了那一口糧食 同時也把所有的 這個毒物吞到我們肚子裡面 各位只要想一個簡單的事 你看台灣現在一年支出7000億的健保支出 我們都知道要預防重移治療 結果沒想到我們把7000億擺在海生病房 所以預防就是從土地開始的 所以我要拜託各位 今天其實我真的沒有知道 我要致止說什麼 但是我要學一個安條兄 我們把農藥 化學肥跟除草劑趕出台灣 這樣好嗎 好 我想說不管是在跟土地很親近來做守護台灣的事情 或是在位階比較屬於政治這一面來守護台灣的事情 那有用很積抗的方式來守護台灣 也有用很柔性的方式來守護台灣 多元性的這種特質在我們台灣這邊本來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想大家都會在這一個主題下 大家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愛台灣這一片土地 所以只要我們從愛台灣這片土地 最後其實是殊途同歸 我們都是為了台灣這一片土地好 不過中間就是因為在不同層面 不同的位置 可能大家都要經過更多的協商 更多的討論 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劉維美理事長幫我們頒獎 其實慧翔老師他最好的支持就是在綠農的家 他也是我覺得直接很典型的是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他常常換發端 叫人家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然後人家就說 阿農會做什麼 我要怎麼生活 他說 阿不 我來示範 你如果要怎麼做 我就拿你沒東西 就沒想到他現在開始做成綠農的家平台 我們期待他以後變成是全台灣最大的有機通路平台 以後我們頒獎裡面就付100萬的獎金給大家 還有一個期待是去年的高成員老師 他也在發展地略 我也希望他以後是可以增加到 可以獎金變成200萬的那種人 所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接下來先跟兩位